夏日通行族搭捷運想要舒服的吹冷氣 不過就有人抱怨台北捷運車廂冷氣不夠冷 造成車廂都是汗臭味 最近有一點感覺會浪漫 有些人可能會流汗 九號蔣萬安在連出發文表示 北極也決定將車廂內的空調溫度降低 原本下期空調溫度從高運量的設施 二十五點五度調降為尖峰時刻二十三度 非尖峰時刻二十四度清晨以及深夜時段 則是依照氣候以及人數彈性調整 步行政策上路速度會讓每月電費增加兩百到兩百五十萬元 蔣萬安提到電費增加的成本 北極可以負擔 預計兩天內就會完成全線列車設定 台北捷運每天有兩百萬人刺搭車 加上一千兩百元定期票發行 也帶來更多乘車人潮 而且這一次調降車廂溫度 讓夏季搭車的民眾不用再忍受刺鼻的汗臭味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